当初嫁给他的时候 你家里人是个什么意见和态度 我爸妈不同意 为什么 觉得他太矮了 小陈你多高 一米五 一米五 你自己会嫌弃他的身高吗 不会 你是想复婚是吧 对 我现在不想复婚 为什么 因为他就一点都不在乎我 对我大吼大叫 但是这个也事实有原因的 打个比方说都是现场的观众 我跟其中的一个女的 不管是他跟我说话 还是我跟他说话 多说两句话 他马上说 我喜欢他 他喜欢我 天天都是这样吵 我就吵过来 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 在你心里你挺在乎他 对 那现在不愿意复婚是因为 他对你不好 还是因为他曾经的花心 就像有一次之前在江苏的时候 他跟那个女的当初我不知道 然后我也生病了 那个女的也生病 后面是他自己说的 他生病了 他就去照顾他 那我身边我躺在床上 他从来都不来看我一眼 我问一下 现在是你强烈想复婚是吧 我今天这个舞台上来也有两点 就是我想第一是想复婚 第二复婚前提有一个条件是什么 看他的脾气改一改 确实让人受不了 你还提条件 不是提条件 我就是让设计专家帮帮我 他的脾气确实有点暴涨 打很简单的例子 就像是他叫我去街上买个白菜 我去买个小的 他叫我去买大的 那白菜谁不认识啊 就那么大一根白菜 我去买个大的回来 他说你这个大的太松了 要去买紧的 紧的买回来又这案不对 那案不对 现在我跟他的处境是什么 他叫我做什么 我做爷妈 不做爷妈 都是一个大委屈 对啊 我做什么都是 是在离婚之后 他对你百般挑剔 还是在你出轨之前 就对你百般挑剔 一直都是这样 一颗白菜有那么重要吗 松松紧紧 那个好吃一点 那你就自己去买呗 有的时候我也不想去 懒得开车 家里的家务谁做 全是我做 他说我不做家务 对我承认我不做家务 打个比方 他叫我去扫地 我扫了以后 哪怕是我竭 竭竭全力去扫地 他说你没扫干净 他说他要吃葵花子 我去跟他买瓜子 买了他说这个味道不行 这个太小 这个太大 还真的说的 你没办法接受 真的吗 有那么一点 问个问题 你为什么离婚之后不走呢 是什么让你待在哪 第一我就想着 我有两个小孩 第二我就觉得 便宜那个女的 质气是吧 以前我刚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是他一分钱都没有 到后来 他就稍微好一点 那个女的就找他 我都这样给他打比方 我说 如果你两三千一个月 那个女的还会找你吗 所以你回来 其实还有一些不甘心 是吧 对 你不希望你跟他 共同打拼的财富 被别人去享受 对 老师 我们现在已经没财富 现在是没有了 为什么 因为我跟他之间的事情 就是离婚这些事情 还有场里面的所谓所事 还有就是经常 踏踏牌之类的 所以说到现在 几乎都没有了 那你这个 没钱了 跟那个女士的离开 有关系吗 关系 之前都离开过 那他对你怎么样 对我很好 感情这方面 我从来没怀疑过 既然都这样 就富了呗 但你看他 他就对我不好 你要他怎样你才复婚 我要他就是 以后对我好一点 你对他的要求是 希望他脾气好一点 是吧 对对对 他对我好了 我脾气不就好了吗